嗨,大家好,我是瑞士李 这边我要介绍跟记录在台湾的国民饮料 那这边介绍的是统一麦香柠檬红茶 好,那这个麦香柠檬红茶印象中是在2023年之后 那时候就可以在办的超商或大卖场面可以看到的踪迹 好,那这个是统一麦香系列所推出来的这个柠檬红茶 那以往统一在这个柠檬红茶只有在纯吃茶那个系列它才有推出来 那在其他的厂牌里面呢,有这个泰山冰镇柠檬红茶 还有雀巢柠檬红茶,还有这个飞翔茶的柠檬红茶 所以柠檬红茶这个产品呢,其他各家厂商大部分都有出 那统一麦香系列以往就是出红茶、奶茶跟绿茶这几款 那现在呢,它有推出它自己的柠檬红茶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包装封面上面呢 那我觉得它这边一样采用是麦香这种固定的版型 那这边还放了一颗黄柠檬 那这边有说熟悉的麦香最对味 这样一个slogan ok,那它这边有说它果汁含量未达百分之十 所以它这里面也有放这个柠檬的浓缩汁 ok,那这个是它的一个封面的部分 好,那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侧边 好,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品名跟原料 那它主要原料就是水、蔗糖、茶叶、柠檬酸、香料、柠檬酸、纳、还有这个苹果酸、维生素C做抗氧化剂 还有这个柠檬浓缩汁 ok,那所以这里面基本上没有加果糖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还不错 ok,那其他的话呢,大家再看一下 那这边可以看到它的营养标示的部分 那它这个每一份300毫升呢 那它的一个糖含量是27.0公克 那这包装呢一共两份,所以我们再乘以2 所以这个糖分呢也是不少的 ok,那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边 那这个跟刚才这个封面的图纹是一样的 那另外这一侧的话 就是它的一个二维条码跟新台币售价25元 还有这个统一企业股电源公司相关这个制造商的资讯 ok,那这个是它的一个瓶子样貌的部分 那这是它的一个瓶子的上方 还有一个瓶子的下方 好,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麦香的柠檬红茶把它打开来 让大家看一下,它有一个茶汤的颜色 好,那我们这边把它倒出来 好,看起来呢 跟我们这个一般柠檬红茶的颜色 看起来是差不多的 那喝起来的味道 我觉得有一股非常香醇的 道地柠檬红茶的感觉 那跟其他,不管是雀巢柠檬茶 或者是泰山冰镇红茶 飞翔茶的柠檬红茶 我觉得他们这三者的味道 基本上各家都不一样 那我觉得这个麦香的柠檬红茶 有它自己一个很独特的味道 那它的一个柠檬红茶味 我觉得喝起来非常的香醇好喝 其实这个柠檬红茶 其实做这样子的味道来讲的话 我觉得其实相当的不错 但是麦香我倒是喝不太出来 有这种麦香的感觉 但是它就是有一个 该是一个柠檬红茶 该有的味道 我觉得它就是有做到 那所以这个柠檬红茶 其实我觉得还蛮好喝的 好,那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这个柠檬红茶 它的一个样貌的部分 好,那这里我们就会跟大家介绍 我们待会儿这个统一麦香 柠檬红茶到这边 那我是威斯利 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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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